好,欢迎大家回到本周的军事新闻 军武器言 我是你的主持人Larry 我是Alex 我们现在在新台 转了新环境 台真的新到 新到还有一股装修味 还有东西亂摆 不知道声音会不会空旷 可能差一点 差一点点 但脱了面也好一点 未来应该会再好一点 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会迟些再公布台的资讯 好了,我们就直接来 首先,第一个都需要说 就是美国军舰 美国军舰也是 经常经过台湾飞合 其实上周一 北京警告过华盛顿 说你不能再在南海到处走 怎样转过头又走过南海渡舌 我今早也有看新闻 美国军舰又走过南海渡舌 说好的,拿一架打一架 对啊,拿一架打一架 听说解放军是有出动军舰的 还有出动军机 你不能叫做拦截 他只是伴飞 在旁边 尖15 应该不会 尖15要放在什么 你知道要放在新那架航母舰吗 002 对啊,放在新那架 有网友说放在7架 001A还是002 001A来的 很多媒体不同的政府 台湾就叫002 但我们叫做001A 001A上面有7架 寥寥号就会剩下大概8架 因为我们看线15 大约只有15架 计算之前跌了4架 所以我是极度怀疑 现在是否整件事只剩下10架 真的不知道是否10架 10架 如果放7架过去 辽宁号就只剩下1、2架 那7架是可以飞的 一定要可以飞 其实那7架是不能飞的 就是先放上去 没人知道那些东西 因为其实你照计001A是未服役的 那未服役就是要试 那最近就有个海试 那之前又要提早回去 就是有问题 那我想应该不会像伊丽莎白女王号那样流水吧 我想不会吧 可能更严重 因为问题是没有伊丽莎白女王号那样先进 所以就应该问题是少一点的 严格来说那部叫库之列座呼吸3号艦 子梅艦 3号艦 3号 所以就现在看回他摆了7架的殲-15 殲-15我们说过应该是全天候作截不能的 就是全不能的 就是夜晚的 就是这个夜晚的性能不能够飞到的 有夜晚症 我的朋友说叫夜晚性无能 就是它的性能是夜晚不能飞起飞 所以简称性无能 所以就变成了这件事就难搞了 不过我们再说一下 所以就星期五 就是我们的录音刚刚刚刚照 其实又是要求美方停止挑人 不过我们先说的立场大家都明白了 首先是南海是谁的 南海是世界的 南海是世界的 是世界的 以世界视美国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所以美国觉得没问题 世界视北约的 世界视北约的 但是北约视美国的 没错 所以说到美国的 说回路透社的报道 世界大两大强权 现在问题是大家知道 美国佬和中国人有两边的经济贸易战 美国就会选择制裁 香港法案 台湾关系法 所以南海我觉得美国佬是有心玩的 中国人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放两架军舰你就跳 一定的按键你就会骂 但是除了骂就没有什么要做 现在离开了 他说会找两架军舰跟着你 1052D的小艇 他够不够胆再拿个屁股来插起 拿个屁股来给你队 应该不够 因为现在有什么移动 他现在没什么钱 即是风头火勢 是风头火勢 今次来做独立级的泵海战斗舰 这架叫Gabriel Giffiths 这架独立级都是英俊的 你看看 这个样子 独立级 三船体 尖头的 这架是挺有趣的 另外有一个自由级 有两架 另外一架叫做Wayne Wayne Mayer 两架走进了美制招 美制招大家不要小看 美制招都是在这么多招 你说美制招 都算放得多雷达 还有放得多防空的东西 所以美制招都是他们的核心 总之这些飞弹巨族舰就穿过了群岛 他们应该去到西沙群岛那边 西沙群岛是比较敏感的 因为西沙群岛的敏感就是中国完全控制西沙群岛 所以中国一直都觉得西沙群岛是自己的领土 南沙群岛虽然claim是自己的领土 但其实他们在内部知道这是争议海域 西沙群岛是吃硬的 整个都觉得是内海 所以如果现在美国通过了 他们是摇底的 Defense News那边 有一些匿名的海军官员 刚刚说的有不同的战艦 将来部署在这个印太区域 太平洋舰队也证实了 将来会安装一些无人机 安装无人机的一个叫MQ-8C 一个有火力的偵察机 即是有威力的 是有这个的偵察和打击能力 如果这样飞的话 即是将来整个南海除了偵察之外 要打击 是一个小型直升机 是吧 这个变成很方便做降落 起飞 现在变成了美国和东盟那边的国家 未来会做多些军事演习 现在就很麻烦 麻烦的是东盟 如果未来都应该是 会被美国那边收片的 一定啦 收片了之后 应该在未来就枪合了自己对话 但就不敢说公开与大陆对抗 始终的发展太勤了 生意太大 但是起码不会跟北京那么关注 不过我估计通常东盟这些国家 都是两边的 即是久不久又跟中国做军事演习 久不久又跟美国做军事演习 两边舔 两边舔的了 最双面间谍 是的 但是美国今年已经在南海 执行了很多截止有航空任务 军机上飞了一千个机池 所以现在我们看会不会再有军事演习 这次南海而已 下次在台湾 很容易骂 很容易骂 另外也值得说的就是 这个美利坚豪 两棲攻击南亚 接下来就离开了圣利亚哥 即是加州的军港 离开了 接下来去哪里呢 去日本佐世捕港 佐世捕港那边 即是九州那边的港 其实佐世捕都是一个大港 我们经常说 在华衰河是一个 佐世捕是一个 这个明件是针对中国的 就是佐世捕 现在美国海军研究所报道 美国海军宣布了 美利坚豪离开圣利亚哥 有些照片是公司的认出来 给人看 接下来去日本 大家就来猜测 因为日本长期都会有 黄蜂号 现在换了美利坚级 第一 究竟这架美利坚级是换防 即是将黄蜂号换回来 放美利坚级 还是增加主军呢 放了美利坚级 两棲 黄蜂级可能会升级 因为黄蜂级可能会将船奥 剪掉 全部放在F3 变几乎 变几乎 可能要做这个升级 是 变成了做升级的途中 可能美利坚级要过去取代 是一个换调防的角度 所以如果你这样计算 美利坚级 大家明白 它上面 因为可以放很多架 原生可以放入35B 是的 已经放很多架 理论上它最少可以放15架 但是大家明白这些蜡蜂勉强强迫下去 25架都放得到 看你想放直升机多还是战机多一些 就是鱼鹰放开 鱼鹰放开 然后放多一些 大家知道F35B 就算是四架连线 也可以当做一个预警机 所以F35长 F35长 以前是F15长 以前是F15C长 现在是F35B长 所以这架蜡蜂勉强迫过日本 其实都相当好打 接下来它如果将12架 V22的鱼鹰全部转 应该都转多 我想应该大概转多5-6架 F35 所以大概十几架的F35 就长期放在中国东海 如果放在中国东海 是有点麻烦的 我们经常说F35海 如果这个居宗协调的话 南韩接近有F35 有A有B 日本坐勢部有个美利堅套 加上岩国那边 岩国远那边有F35B的部署 其实是相当恐怖的 我老爸有一天问我 他问我什么是F35 我说这部是好东西 他问我 他说现在有南韩 有日本 台湾会怎样 台湾 可能迟些台湾有时会借机场给你降落 借你降落是一个拆老师沙波的东西 感觉就像街坊军一处集砖 拆老师有沙波 其实以前也试过 有两个F18故障就去了台湾 台中 有两个C130就去维修 真的完全拆老师沙波的 尤其是现在大陆说什么都没用 现在可能还会被制裁 人家都不管你说什么 所以现在都蛮正的 很惨的 你就是要说些蜕斯底里的东西 让别人害怕你 结果别人拆你 别人拆你 别人是傻的 这个人 另外真的要说 刚刚Alex没跟大家说 现在全世界都在教他 有个国家叫NATO 北约 我们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刚刚前天他说 就开了个外长会议 很大件事 我想说这个会议真的很大件事 这个会议是说什么呢 就是要准备什么叫太空战 他说到这个太空列为新的战争领域 北约应该都很少说这些 跟苏联红军借一夺螺丝 像天空军 有这个名字的竞争 直接竞争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太空列为一个新的战场 大家知道以前是海空录 后来就加了网络战 就是电子战的东西 现在再加上太空了 大家知道 首先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会宣布建立太空军 这个就是第六个军种 好像禁止了 但是好像有批钱 但是暂时是随属空军 我觉得都是空军做的 空军做的 所以其实其他陆军和海军 还有marine 那些会吵 但是如果这样计算 这个太空军似乎都会势在必行 另外我听说 法国佬是想开一个太空军 Airbus Airbus on space Airbus on space 好像说法国佬想搞 因为大家知道法国佬 其实在西方国家来说 是一个很独立的军事发展国家 它基本上用的装备 很多都国际国产 是的 达梭也是它 Airbus最大的厂房 所以法国佬其实是西欧一个研究重镇 我有朋友常问我 如果在欧洲 法国的一个学术中心在哪里 我问他 你觉得英国 我说不是 英国不是 其实整个法国的研究中心 应该很多都是法国的大学 因为法国大学是很有名的 现在有几次研究政治 法国佬很棒的 再说回 就是外媒报道 这个叫北约领袖峰会 在哪里呢 在Bluso 大家知道布鲁赛 也知道是欧盟首都 那些事 他们已经向... 还有他们是... 我们也不说他谴责中国的 但是他是有警告的 他有警告到这个事情 就是战略部处来什么 就是俄罗斯中国真是崛起的 是 还有应对中国的军事抗张 这个我们要说一下 什么叫军事抗张呢 就是中国的军事抗张在哪里呢 是 就是我想有网友常都笑 中国有什么军事抗张 就是你想不想到中国的军事影响力 除了本土之外还去到哪里 有 有的 1500匹直升机引刑 是 是 是 那我们说一下他有什么军事抗张位 是 美国佬有说的 其实第一个中国军事国族 看到就是他通过一带一路 是 就把自己军事影响力 去到一些亚洲国家 是 最明显是谁呢 斯里兰卡有个军港 是 是 是 大陆的 暗示九龙的 类似的 99年的 其实他的想法都来自以前的殖民地 拿了99年的 斯里兰卡被迫给了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租了个瓜达尔港给他 但是他没有说到这个港的军港 暂时是民用 不过很快就军港了 是 然后他会在孟加拉租了个港 然后在缅甸租了个港 但是缅甸佬是很繁复的 有时就给你 有时就不给你 所以缅甸的投资就很贵 大家喜欢去缅甸投资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 他们都是贼佬 因为缅甸的城市控制不了农村 农村包围着城市 你想想 不慈慕的国家 你想想 还有他们的人很勇武 真的会移动你的 很穷的 很勇武的 很勇武的 那些大陆的工程师 经常被他移动 所以香港人很斯文 香港人真的很斯文 在某程度上 另外就讲回 减暴寨 大家不要小看 减暴寨也有个军港 虽然很小 减暴寨的海域很小 很小 但是他真的有个出海口 接下来会让他摆一些水面战艦 或者摆一些潜艇 那越南佬争死了 越南佬是会搞他的 越南会开放金南港 争死他 你知道之前大陆 真的问过金南港 是否给大陆做的 即是美军重返西贡 是啊 重返嘛 但是他第一个选 就是甘南湾 因为甘南湾正 最南 对 还有他这个军港 很配套 所以以前苏联用过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崛起 已经引起了西方的主意了 大家信不信这个崛起在和平呢 我们经常都说崛起就没有和平的 没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和平的崛起是不够的 苏斯蒂德效应 苏斯蒂德效应 当时两大区域强国 两大区域强国 斯巴达 斯巴达 雅典 但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的Terms 没有超级大国 那时没有罗马共和 区域大国 没有美国 没有苏联 但是当时他们的领域都去到中东 很小 他们的彼岸去到中东就叫成亚洲 很小 当时都出不了地中海 对 Asia Minor 当时已经是成亚洲 外琴海 当然了 其实大陆的挑战 不只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地域 大陆的挑战是现在它在太空领域 大家当然要想 中国的火箭都不行 那它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大家 全民天宫 不知1号或2号被人干扰到 跌回来 不奇 这个是不奇的 甚至乎如果人家干扰还好 你知道吗? 在我心目中 我怕是你自己搞不定 是吗? 不是人家干扰是你自己搞不定 那就更坏了 所以干扰反而我觉得还好一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未来要登月 在中国如果他们订的计划 有人说是2030年登月 上岳? 他们那些叫上岳1号 还是上岳什么号 先放天宫 然后就上岳 找人上去? 再人家 还不是这么愚蠢 导人家 人家 导人上去 你全世界有第二个 所以插旗吗? 插中国旗 上去看美国的登陆艇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登陆艇 他看看你那支旗是否真的 旗是否真的登陆艇 那没有登陆艇那就是我第一 他就说 原来你当年是荷里活来的 是荷里活来的 假的 我才是第一 原来这个也是假的 所以现在说回中国的太空战 其中一个大家记不记得是东风十七 东风十七我们说过是月兵的时候 月兵的时候他没有出过 月兵出过的时候 但是我想是否是无形 但是很奇怪的 他不会凹凸过整颅罩 整个弹体 整个弹体 方导人不知是东风十七 写个DF十七 很大的字 平时写一定写的 但是你会罩着头 但他一定的头也不罩 把明确定是 三角的 所以现在就这么说 这个东风十七是太空战 所以现在北约整个世界 就是要围绕你 就是围堵你 还有北约是会跟你说全球议题 大家就不会以为他只会说北大西洋 他是会跟你说南海的 就是延伸到太平洋事务 对啊 他会说印度洋 就是印太战略都关他事 当然大家明白为什么 因为他最后暗地的波士是谁 波士是美国 开心死印度 印度 也是 当然印度也害怕 因为印度怕你们插一颗 印度洋很快就没有了 即是北约又来 中国又来 印度洋事是我的 每一人人都来插一颗 印度人是印度的 写明印度 印度洋事 那你说南中国是谁的 南中国是谁的 那中国就 这个是印度中国的 可能是 好这一节是这里 爱留意 报告 一